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 首次将我国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纳入其中 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基础性工程 建设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 中华文化素材库 成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日前记者来到深圳珠海等地 探访了多家承担三库建设的创新科技文化企业 了解三库建设的最新进展 随着红色旅游不断升温 各大红色文博机构也搭上了数字化的快车 日前 古田会议纪念馆 古田会议会址等 利用3D场景数字化技术 进行了室内三维建模 并配置智能导览和语音讲解 使用户足不出户 就能自由切换时空和场景 身临其境地探访 这次红色文化基因库的建设叫小处建真情 在兰考 焦一路同志病倒在病床上 已经生命危在旦夕了这样的一个时刻 他的枕头下面还是放着共产党宣言 就是林宾威这样的一个时刻 都不忘了学习我党的一些精神 我觉得这种感染力感召力 真的是我为这些青年们应该学习的 2020年中宣部临选15家单位 作为红色基因库17试点单位 通过高精度采集和数据标注 先进的多媒体互动技术和智能互动系统 为各大红色文博机构 打造出了更符合年轻人欣赏习惯的数字化展成 我们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在古田会议的时候 有几个雕塑 就是古田会议召开之前 我党来发动一些青年的干部 去刷这些标语 比如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其实这就体现到一点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做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 跟我们当年古田会议刷标语是一个道理的 文化是个阵地 它是需要宣传的 当然原来是用刷标语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互联网传播的方式 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样的话才能直达人心地 这样的做好我们这样的一个宣传的工作 在展厅里可以看到一幅巨大动画展示 这是以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宾夕图 和紫光阁刺验图为蓝本 通过提取其中的文化 艺术和运动元素 借助二维手绘和三维建模结合的数字展示手段 背棋 叠罗汉 五番等高难度动作 也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观众可以通过动画 走进画中这场千人兵戏的运动盛宴 能欣赏到清代运动员们高超的兵上技术水平 及京人的组织协调能力 在2022年的冬奥会上面 能够与观众朋友们一起见面 然后对我们的观众去开放来参观 在整个的这个项目的论证和 就是包括一些史料的这个研究上面 是充分地遵循了原来的这两幅画 BC图和紫光阁刺验图的这个场景 那在整个的这个历史专家团队当中 有来自于故宫博物院 然后中国民族博物馆 我们有民俗和民族学方面的专家 让人们更好地去理解 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冰上运动 我们的威美级数字化还原 全世界能达到这个精度呢 据我们所知只有两个单位 一个是我们这里 达到这样的一个精度之后 对于文物的防伪 识别 鉴定 和后期的这个修复工作 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个方面呢 也是我们独创的一个空间数字化的 一个方式 AI方式做空间数字化建模 敦煌研究院也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 在多个平台开启云游墨高窟的新模式 手机上的云游敦煌小程序 已接待超过3700万人次的线上游客 而通过核土技术复制一个与实景相同的 虚拟墨高窟空间 将数字敦煌高精度壁画和洞窟三维模型 在华为AR地图中与真实景观的核二为一 则实现了洞内壁画 洞外看 让文物走出洞窟 丰富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从这些新媒体来看世界 那我们就要适应这个时代 与世俱进嘛 就是把敦煌的意思通过各种新的媒体手段 展示出来 让它活起来 敦煌研究院从30多年前 就开始数字化采集工作 迄今为止完成了230个洞窟的采集工作 多年的数字化积累 为此次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中的 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奠定了基础 过去我们是手工作 也拿着手电筒一个一个去洞窟里面看壁画 现在我们有了这些数据了 那么我们在采取保护的措施 就会非常快 非常准确 将来呢 我们的数据 我想不光是东方 全国的这些文物的数据 它可以提供给研究人员 最值得在线云游的热门目的地 还有位于拉萨的布达拉宫 近期 布达拉宫在线上公布了360度全景游览 不能亲临实地的游客 可以在网上游览布达拉宫的外部全景和内部宫殿 游客除了能线上参观布达拉宫的建筑 还可以观看布达拉宫的佛像 壁画和堂卡 另外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时是采集的现场 大概我们用了四年半的时间采集布达拉宫的壁画 我们看壁画在哪里呢 都在这后边 都在这后边 这个呢 有家具挡着 有佛像挡着 但是壁画在后边 所以所有的采集工作 要特殊的仪器在后边采集 因为它里边空间很小 所以非常大的工程 但是四年半终于把它做完了 经过多年探索 技术团队提出应该将分散的藏品数据 通过国家文化专网链接起来 面向社会开放 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文化消费场景 现在我们的库里有4500万张 这个艺术品相关的图片 而且每天都可能会几万张的增加 国家需要的时候 首先签进入国家的这个数据库 通过数字化使它变成艺术教育 艺术欣赏 艺术传播和艺术引领 能够享受到中华优秀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通过数字化的形式 这个去建设 最终实现我们这个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和实现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化强国的作用 2013年北京市文物局批复 同意雅昌开始建政备案工作 从艺术品源头出发 为每一件艺术品建立唯一权威的身份证信息 并将所有建政资料整理分类入库 国家版权局登记备案 建立中国艺术品建政数据库 这些证书实际上就是大数据的汇集 就每一幅作品的整个的大数据 都在这个芯片里面 另外一个它包括它的这个色彩的图谱 光谱 包括它的材质 包括它的图案 还有一些所有的细节 那这些内容呢 实际上一百年一千年以后都在存在 所以这种形式来说 在中国是也是 在中国的岁 Waiting 请您按赞 订阅 宇宣热 我这么滑 没有话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